大家好,我是Den 拍送吸血鬼亲哥被拘留 韩国艺人拍送去年被爆出 全家人仿佛吸血鬼一样 夺取拍送财产的事件被曝光后 拍送对亲哥哥提出告诉 而今天9月14号 法官仪可能会有毁灭证据 以及逃走的可能性 发布了拘捕令 对,拍送的亲哥哥被拘留了 因为就在前几天有媒体爆出 在检方调查过程中 包括拍送父母亲的全家人 都是站在拍送哥哥那边说话 而一直以来 拍送是怎么样的一个孝子 韩国观众们都很清楚 所以拍送亲哥哥被拘留的消息 让很多网友们都高兴了 因为小儿子活得那么富有 不能只顾虑大儿子吧 真的好讨厌 难道不是亲生儿子吗 之前拍送的父亲 不是拿着斧头去找拍送了吗 很担心哥哥被拘留 拍送又会受到家人们的威胁 希望嫂子跟侄子们父母都能受到惩罚 在提告之前 拍送提出了七三分财产不再追究 但是哥哥没有接受 结果走到诉讼了 人的贪欲真的很可怕 一夜之间变成吸毒演员 以桑果提告所有记者们 前几天开始 韩国很多媒体都报道了 演员以桑果吸毒被捕的消息 但是9月13号 以桑果在接受YTN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自己很冤枉 会对记者们提出诉讼 我没有吸毒过 我服用的是心理安定剂 据了解 以桑果在2009年父亲去世后 开始接受了忧郁症治疗 然后在2019年 母亲跟姐姐也因为事故突然离世后 以桑果的忧郁症 与不安症变得更严重 所以服用的药品量也增加了 以桑果表示 警方验出毒品阳性反应是 因为忧郁症药物理 包含的少量麻醉药物而导致的 记者们都没有确认事实 就报道推测性新闻 一夜之间我变成了吸毒演员 我要提告所有胡乱报道的记者们 很多人只关心造谣 不会关心真相 我会赌上我的名字 奋战到底的 因缘你 希望能提告所有 显夸张造谣新闻的垃圾记者们 听说是因为想念母亲跟姐姐 中秋节要一个人读过 所以才服用了忧郁症药物 那些记者全部都提告吧 很多人只关心造谣 真的是对的 你们一直把责任 推给垃圾记者们 却很相信垃圾记者 报道的内容 不分气空皂白就开始嘛 敏感的事项 就不能再观看一阵子后再嘴吗 最近做什么都很成功的女爱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在很多领域活动 而且做什么反应 都非常好的女爱豆 这位就是 最近尤娜出演的作品有 韩剧拼猫子 电影孔族兔 孙女系点完全体 Forever One 综艺节目 很漂亮 而且又很努力 甚至都做得很好 所以很喜欢 然后最近也特别好笑 珍鲜莫语拿的好性格 又实在 又自然 又不做作 虽然都很棒 但其中脸蛋最漂亮 庞滩 穷鼓能背下其他成员们 歌词的理由 穷鼓因为能背下 包括Red的所有 庞滩歌曲的歌词 所以在队内有着 歌词机器人的绰号 而这理由是因为 KOROS 庞滩主唱穷鼓 从出道专辑开始 几乎担任了 所有庞滩歌曲的KOROS 所以在专辑上 业以KOROS标注了名字 一般来说 KOROS都会由专门人士来担任 当然也是会由主唱担任 但是不会像 旁探穷鼓一样 所有歌曲都担任 然后在圣保罗演唱会 穷鼓跟KOROS做出了 与KOROS的传奇舞台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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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